你 搞嘴 受死吧 有两个瞎子 又是你 你跟踪我 跟踪个屁 俺是来给夫人报仇的 看招 喂 我打出袭击我 在上海公司地下停车场 还是全都好事 夫人 给你报仇了 不好 哎呦呦 这 这绝对不是我 我没有什么好的身手 坐下 警察同志 我对这一段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我明明好端端地 躺在医院里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在车库里了 你是说 视频里的女人不是你 你是说之前嫌疑人 就袭击过你 对 上一次在医院的时候 好 李警官 你可以调监控取证 我 警察同志 我 我 我好像 被鬼附身了 审讯期间 请严肃回答问题 警察同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坚信 他就是蓄意上人 必须从严处理 会不会是他 栽档驾护给我 要不是救护车来得及时 恐怕我已经死在他手里了 我把他叫救护车了 喂 姚蕾吗 对呀 我要是想杀他 我怎么可能会想救他呢 他这么聪明的总裁 肯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拷贝了你车里的 行车记录仪 当时确实是他打电话 叫的救护车 他这个人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难不成 我真的被电出人格分裂了 这一切 都是我潜在的暴力人格做的 破脑袋 妹子 咋进来的 龙呢 问你话呢 你刚刚说什么 问你呢 咋进来的 他们说 是我杀人吗 我到底是怎么过去那儿的呢 是他 你认识他 他是我一个病人 刚出院 我猜测他应该是 触电之后造成的一时混乱 算了 我得赶紧去找兰药 解决Bug的问题 你现在身体情况 不能斗志乱跑 我去吧 哥 我自己捅的牢子 我自己解决 我不想什么事情都依靠你 我陪你去 你不是兰药 我哪里不想兰药 你之前和兰药见过吗 兰药受他社口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线上交流 他曾经跟我说过 爱的元宇宙 侵入了他所有的经理和心血 他不可能对游戏Bug这么不上心 还有 游戏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他根本就没有心思捣持自己 还给自己做了美甲 这根本不是他的做法 怎么是他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一百块钱走够了吧 一百块 不用走了 喂 萧嫂好 蓝药到了吗 我们约好了 平常又不见人家 当然不认识了 完了完了 怎么了 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人 不会这么巧吧 干吗呀你 离合作就差一步了 可不能一小时代 干吗呀你快出来呀 你冒充吗 怎么冒充 你快 你就是蓝药 萧总 玲玲现在在家里 疯狂地解决将军代码的事情 可努力了 为了工作的问题 她不吃不喝不睡好几天了 据我所知 她因为打人 现在被拘留在派出所 不可能 我们家玲玲 那可是世界上 最温柔 最可爱的人了 一定是被打的那个人 有问题 她是为了自保 她打的是我 狗贼 你竟然没死 怎么再打一场 你确定你要带她离开啊 犯病了 宝贝 我来接你回去 事可杀不可辱 俺要把你千刀万剐 以及我降神功百万冤魂 别放弃治疗 你要是不想把老弟做传 就乖乖跟我回去 狗贼 哪里跑 人有 如果他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道歉 胸牌你有所不知 俺与萧然狗贼 有不共戴天之仇 此仇必报 游戏出现漏漏 大家都很着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请你不要以这种 装疯卖傻的方式来面对 别演了 我已经露线了 夫人 机会难得 俺要与他追死战 俺让你三招 别说俺欺负你 哥 咱们走吧 改天再跟他聊 夫人 你莫要管 这是俺们男人之间的事 兄台 你也别插手 这是俺和他的私人恩怨 走啊 走啊 俺冒了这私会巫术 你太近了 会把俺变晕着 夫人 俺又鲁莽了 走不单 我去许你 走啊 走啊 去那时 燃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